有一個股東還是老闆 叫阿偉 現在跟我的關係是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店員口中跟店家已經沒有任何關係的 許姓男子 就是把郭姓男子送到大陸詐騙的中間人 他曾經是店內股東 卻把離職員工當成賺錢工具 而經過了解 他跟郭男都是屏東人 我知道他是屏東人 屏東人 屏東新鴻人 那是角頭是什麼 知情人士說 許姓中間人有正職工作 但卻喜歡做投機生意 遊走灰色地帶 經濟狀況怎麼樣 你不知道 還是可以 我知道有在做騙的東西 叫的還是毒的還是 都有 根據了解 許姓中間人年約二十幾歲 除了做偏門生意 之前也曾在高雄男子 投資娃娃機店 但後來跟股東鬧翻退股 又從事詐騙工作 政策是做什麼 做工具 詐騙的這塊是後 手他開了 他開了 我有側面了解說他有在做這個 雖然許姓男子 現在已經遭到收壓禁見 但根據了解 包括到大陸的郭姓男子 以及原本也要同行的郭男成姓同學 還有這次失蹤的十八歲高職生 除了都是屏東同鄉 郭男跟高職生 還曾就讀同一所高職 因此是否同一集團所為 也受到慰藉關注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